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 但我们在讲主题之前 我要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重量级的来宾 她呢就是终于从我们的亚洲区跨界到国际犯的 三下丽子小姐 哈喽大家好 接下来呢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这位重量级的人物是谁呢 是谁呢 当然就是第一次主持的孟孟罗 哈喽 哈喽 哈喽各位集粉 哈喽 已经把整个那个一步后都战变了 等一下会不会吓到我们的集粉 想说今天奇怪 那个我们的画面怎么会这么这么的大 有没有 不会啦 反正他们很少看到男生主持啊 对不对 之前的主持的大概也就只有 欧勒 哦她是主持是不是 欧勒也有主持过啊 OK 好啦她有主持过 那今天呢我们刚刚有说到我要主持 这一次的直播 那我们要讲的一个主持是非常浪漫的地方 请问一下我们的栗子小姐 对 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样的主持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蜜月首选 为什么选了一男一女来讲这个行程 就是因为我们要符合我们的主题 蜜月 蜜月 对 可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大家不会觉得我们一少去蜜月 所以我们要营造那种气氛好不好 要营造这个气氛 我尽量 尽量营造 我尽量好不好 尽量营造 那所以 我们的栗子小姐 到底我们今天主题是要讲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来讲 奥地利加捷克 这两个国家 也就是市面上常常听到的奥捷吗 对 奥捷双国 对 就是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地方 就是为什么适合命远 原来如此 但是我有一个很 一个小小的问题 算是一个就是 然后小小的主持人还没有去过欧洲 但是我真的对欧洲很有兴趣 很有兴趣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这个市面上很流行要去奥捷 其实奥捷这个地方也是我第一次 生平第一次踏进欧洲这个土地 第一个首选的地方 真的假的 真的 对 因为其实我们以往都会觉得说 去欧洲这么遥远的地方 会不会需要就是坐飞机的时候 需不需要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 对 我好怕这个 最怕就是转来转去 然后可能我必须要在转机点 就是等很久 对 对 然后但是奥捷完全就是颠覆了我的想象 真的吗 为什么 因为我第一次去奥捷就是参加基地旅游的奥捷行程 真的假的 然后呢 难怪 我们是做的就是 因为我就是把我自己的那个旅游的经验 然后今天就是拿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第一次去我们就是坐华航 直接飞到维也纳 就是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 直接飞到维也纳 直接飞过去 对就是直飞的部分 直飞很好 很好 而且你知道航航的飞机啊 就是它是属于就是比较大的飞机 对啊 所以它其实它的座位 像你看我这么的就是站了荧幕的差不多 有三分之二的那个 也没有啦 你今天不过就是 都还觉得OK 对 刚刚你说到你站了荧幕的三分之二 我真的很想要问一下基粉 有没有觉得今天三下栗子小姐 应该是三下齐阳老师 应该今天是唐栗子来的 对 不是唐栗子 就是三下齐阳 对 就是今天就是突然之间看到那个荧幕这么大 感觉自己感觉好像有点变成唐老师的感觉 对 尤其太远就穿黑色 对对对对 就今天有那种唐老师 就等一下基粉就是你知道可以帮我评论一下 今天就是这个造型就是大家还满意吗 我相信大家是满意的 对 然后我们刚刚讲到说是直飞维也纳 对不对 所以就中间就是里面去了就是什么转机啦 还是什么中间停留什么加油什么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时间 嗯 所以他就可以直接飞过去 而且其实非常 他的航班非常的舒服 因为他是晚上 就是我们大概差不多就是晚上的时间 刚好是大家进入深层睡眠的时候 嗯 然后你在搭飞机 这个时间就是刚好拿来给你补眠 我听到这里 我就能够知道 为什么你会选择 基地旅游这一个行程了 对 因为山下立子小姐 就是一个三秒钟入睡 没有错 很适合她 我大概一整趟 一坐下就睡了 对 我大概一整趟旅程中啊 就是你知道长城县都有两餐 对 就是可以吃两餐 我大概就只有这两餐会醒来 然后再来的话 其他的时间都是在深深的 就是补我的美容胶 我比较压抑的是 你竟然还会再吃东西的时候醒来 一定要的啊 可是我还要补充体力 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了解了解 那所以立子小姐 应该叫你立子小姐姐 可以啊 所以我还是想要知道 奥杰为什么最近这么的热门 这么的热门 因为他其实除了 就是我们刚刚讲 他有直飞的航班以外 再来就是他的那个 每一个景点 他都有不同的特色 然后包含就是 你想要买东西也有 然后你想要就是看一些古迹 世界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也有 对 然后你想要看一些自然的景观 也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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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哇 很丰富哦 讲到这边我们可能就是先需要 你知道我们的集粉都很紧张 就是他会想说今天到底就是主题是什么 有没有 哈哈哈哈 那不要忘记跟你跟大家说有没有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大家要帮我们按赞分享社公开 take两位好友 两个好友就可以了 然后后面帮我们写上我们今日的主题是讲哪两个国家 今天是讲哪两个国家 对 奥跟结 奥什么历 结什么课 对 好像讲太多了 结什么课 哈哈哈 每次我都会不小心把答案讲出来 这样不可以哦 take两位好友 按赞分享社公开 两位好友就可以了 对 然后帮我们写上就是两个地方 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哪两个地方 对 对 所以请大家记得赶快take两位好友 然后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讲哪两个国家呢 两个国家哦 奥什么历 跟结 可 哈哈哈哈 这样提醒有没有太明显一点 对对对对 我来看看 诶我们的就是那个忠实吉粉 像严如 严如小姐写的就是正确的答案 大家可以帮我们参考一下 严如的正确答案 好吗 对 这样会不会太明显参考严如小姐 不会不会 我们的吉粉就是你知道有 有的时候我们会不小心就是被那个吉粉 complain一下说 今天的那个答案题目太难了 真的吗 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就稍微小小提示 好 要表现我们的亲和力 好 我们真的很亲和 尤其我是第一次 主持的梦梦 对 梦梦是第一次主持的 一定要给大家一些比较 比较轻松 比较 Savis 而且我们今天的礼物超级棒 哦今天的礼物真的 超级棒 而且今天的礼物真的都是从欧洲回来的 嗯真的 等一下还要就是你知道 今天平常我们不喝水 今天就特地故意的 就是要拿 我觉得 这个例子小姐 拿着一个杯子是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好的好的 就是要让大家就稍微你知道掉一点点问 对 讲到这个我要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知道 去到奥地利跟捷克这两个国家 避去的景点 哦避去的景点这个很重要 避去的景点很重要 是避去哦 避去的景点 大家要仔细听 对 因为其实很多的地方它都有避去 然后呢 欧洲的国家也是一样 所以你知道像捷克这个地方啊 我自己个人本身非常喜欢的就是布拉格 布拉格 对 我常常听到人家讲布拉格 但是其实我对布拉格没有什么 你有没有从很久以前就听到酒令在唱 对 我久站在布拉格 光唱的 登登登 唱歌就交给你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时候我要安静一下 你知道就是因为你知道这地方太棒了 所以你知道很多的那些台湾的歌手艺人 还有国外的艺人也有 就是包含地银的部分都会到这个地方 然后去取景 去拍摄去取景 对 然后像布拉格其实它是分成很多不同的区域 就像我们台湾可能也有不同的区域一样 但它的每一个区域它都有不同的特色 哦 这样子很厉害 像其实它有六大区 六大区 然后真正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在旧城区 哦 旧城区吗 旧城区就是你们一到 就是大家如果几分有机会可以去到布拉格这个地方的话 一定要去到旧城区就是 它有集合了比方说重要的景点 像查理大桥 查理大桥 对查理大桥 查理大桥非常的厉害 以前你知道就是捷克他们以前也是属于就是有皇室的 然后每一次的国王就是历代的国王他们在行那个加冕游行的时候 必经之路就是查理大桥 嗯 必经之路 然后就是它的这个桥啊的上面其实它也是像是一个美术馆一样 嗯 对因为它整个桥上它的左右两侧都是不同的雕像 然后都是他们就是一些当地的比方说历史的故事的历史人物啊 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是有一些那种就是可能以前跟国王可能有一些什么争执然后被掉到桥下面之类的 一些就是重要的历史人物的雕像 哦这这很特别耶 因为其实在台湾其实很少看到会有桥的两边是放了人物的雕像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每个雕像其实它都有就是不同的故事 所以它其实又有有有有点感觉像是艺术大街一样 哇那我相信它一定非常的美 对而且其中就是你知道查理大桥上面啦 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一个圣约翰 圣约翰 他就是比较有特色是如果就是观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去的话 你会看到他的头上有五颗星星 五颗星星 然后传说就是他那他就是你只要能够按住那五颗星星 就会带来就是祝福跟保佑 原来如此 其实刚刚刚栗子小姐说到五颗星星的时候 我网上看了一下 因为我想到了某一个欧美的电影公司的开头 都会有五颗星星飘过去 因为其实你知道圣约翰这个人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有人被丢到桥下 对 那当时就是因为他得罪了国王 然后就是被国王下令然后从那个地方然后就掉下去 然后大家为什么会有五颗星星的传说 就是因为听说他当时掉到桥下的时候 然后那个刚就是那个就天空就突然散现了星星出来 哇 对 所以就是他们的他的圣徒就是他的那个那个就是他的算听众吗 不算听众算是那个那个跟随者 跟随者 对对对跟随者 就是就是在那个他的雕像上面啊 就是用了五颗星星 然后就是现在的人 然后游客很多游客就是相信了这个传说 然后就觉得就是五个手指头去碰到五颗星星 就会带来好运 那栗子小姐你有去碰到五颗星星吗 那当然有咯 因为我也喜欢好运啊 还有祝福 那你是用哪一只手碰的 就是都有 都有是不是都有 我们要蜜月一下 还是要表现一下蜜月的感觉 对默默的就这样十指交扣了 对 所以他其实而且他就是不是只有就是圣约翰 他包含有基督耶 耶稣基督的雕像也有 然后也有一个是 就是他也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厉害的 比方说你在那边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的街头艺人 然后在那个就是桥上面做表演 这样说的话那一个桥其实蛮宽的啰 对蛮宽的 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些街头的画家 或者是一些街头表演的艺人 然后会在那个桥上面去做表演 甚至我们常常听到就是有人会说金色布拉格 金色布拉格 对这个我常常听到 尤其是超多广告词 只要在讲奥地利的话都会讲金色布拉格 对因为他其实是因为那个查理大桥啊 他是横跨就是他们的那个整个捷克最长的河流 叫做福尔塔瓦河 然后他横跨福尔塔瓦河 当他在日落的时候就是那个日落一照到桥上 然后照应在那个福尔塔瓦河上面就感觉感到很像是一个那个金色的城市一样 天哪好美哦 就像我们现在后面的背后看到的那种感觉 好美哦 当你取到了一个很好的角度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怎么拍都是明信片呢 哇那我相信你应该拍了很多的明信片回来 没有错拍了很多的明信片 对然后讲完我们的查理大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再继续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对老城广场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老城广场 对因为老城广场里面啊 就是他他就是那个 我们刚介绍到就是蔡依林的那个MV有没有 就是在老城广场那边拍摄 哦那是老城广场 对那个就是老城广场 因为说实话刚刚我听到老城广场 我会觉得说是不是旧旧的啊 或者是暗暗的啊 不是的 可是你刚才说是蔡依林的MV就是在那边拍 那很美耶 对非常美 因为他那个广场上面就是你如果有仔细看他的MV 其实他是有拍到一些比方说像在那广场后面有一个泰恩教堂 然后泰恩教堂它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有点黑色尖塔的建筑 对 然后就两个尖尖的这样子 然后他的就是很像童话故事里面他们当地的人叫他有魔鬼教堂之城 有点像那个魔鬼的那感觉 然后就两根黑黑的尖塔的建筑 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一个 然后而且你知道就是讲到这个就不得不讲一下教堂的后方 就是如果你知道女孩子都比较喜欢漂亮一点 对 就是想要买一些保养品有没有 对 像那个泼什么泥 泼擦泥的总店就在这里 真的假的 对 这时候不得不替你们拍手一下 拍手 知道在哪里吧 有点购物的景点 就是在她的后边这样子 各位女孩们 不管你是单身的还是你正准备要去蜜月的 知道要去哪里买东西 就是在那个教堂 有没有我们刚刚讲的泰恩教堂的后边 对 它的总店就在这边 而且就是里面也有会讲中文的店员 所以其实就是你不用单身说 这么贴心 对 你买了什么东西然后不知道该怎么买 对 我真的很想问 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私下在问 私下在问 如果就是对于就买这些东西 就是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话 也可以在我们的就是下方留言 留言留言 我们的那个人鱼线就游过去 然后跟你就是那个说明这样子 好不好 或者是就来参加我们的团 你可以打02-2567-5678 最近的一团 9月30号 三下栗子的生日 就走吧 真的听到了 9月30号 最近的一团 谁的生日 三下栗子的生日 三下栗子小姐的生日 我们小姐姐的生日 对 赶快拨打02-2567-5678 赶快报名这一团 9月30号 一定幸运 一定要 而且你知道就是你打2567-5678 今天三下栗子给大家一个通关的专属优惠 专属优惠是 例子小姐姐的生日优惠吗 对对对 就是这个是只有三下栗子 看三下栗子的直播 然后给的 我们的料导真的很贴心 大家荧幕上有没有看到我们的 应该是右下角吧 算右下角 有一个红红的 有没有看到 主播优惠代码 居勾狗888 这一个是 就是你只要讲出这个优惠代码 哦 这个优惠代码 对对对对 三下栗子 就会给你一个特殊的优惠 记得赶快哦 输入主播 限定是三下栗子的生日这一团哦 就9月30号这一团哦 9月30号限定 赶快输入主播优惠代码 主播优惠 播02-2567-5678 然后说出你的通关优惠主播代码 G G O G O 发888 G G O 发发发 去了你一定发 尤其又是栗子小姐姐的生日 9月30号限定团 限定团哦 记得记得赶快拨打电话 02-2567-5678 那好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刚刚よう讲到 就是那个广场啊 除了就是那个太安教堂必看之外 还有就是最很厉害的天文钟 天文钟 对天文钟它是在 今年是2019年对不对 它是在1410年 1410年 也就是六百多年前 六百多年前 我刚刚想说算一下 但是实在是没有那么快 六百多年前建造的自明钟 自明钟 对就是它的那个原理啊 就是据说啦 它是采用就是当年地球中心的一个原理设计 就是上面的钟绕一年 就是一周 一年绕一周 然后下面的一天就是绕一圈 就是有两圈 上面跟下面 一个钟一年是绕一周 然后下面的是一天就是绕一圈 所以它的钟是你知道 又除了可以看时间 还可以看天文的部分 这感觉很特别 对而且那个天文钟每天啊 就是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 每个整点它都会就是有那个十二尊耶稣的那个门图像 从钟的旁边现身出来旋转剑科 旋转剑科 对不会跳跃 那它会旋转 难怪那一 蔡林那一张专辑要在那边摆 旋转跳跃 没有跳跃 没有跳跃 对他们就是会旋转你知道吗 就会出来剑科 非常厉害 所以这是游客到了那个布拉格的这个老城广场 必看之二 刚之一是那个太安教堂 太安教堂 对然后之二就是天文钟 天文钟 对再来一个就是火药塔 火药塔 对它有就是你知道杰克它有白塔之都之城 就是它的市中心有非常多的塔 然后其中就是布拉格重要的地标之一就是火药塔 然后火药塔的旁边其实你如果说就是 有时间可以在那边闲逛到晚上的话 你一到了晚上你会发现就是会有很多人 就是穿着有点比较是宫廷式的礼服 宫廷式的礼服 然后因为它旁边它其实是有一个那个就是 会常常举办音乐会啊 或者是那些就是歌舞剧之类的 有一个共和国广场 然后就是会有它有一个剧院就对了 对有一个那个海柏林剧院 然后就很多人会穿着比较宫廷式的那个礼服 然后去到剧院去观看他们的一些戏剧节目 或者是音乐节目 哇好特别哦在广场上面就可以看了 对不是进去到里面 进去到里面 你在那个布拉你在火药塔附近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特殊的那些他们的穿着 哦那好美哦 就很特别 那我可以跟他拍照吗 你要问一下当地的人的意愿 好的下次我去的时候我会记得问他的 对对对你要问一下就是大家的意愿好不好 好的好的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 可以 你